早晨 一睡醒 经过加上时钟的调校之后 就已经是两点半 即是昨天的一点半 起床就说 不如找些什么吃 不如吃粥 但吃粥 暂时来说 提来提去 要么是银记 要么是黄衫记 但黄衫就不会去 但是银记 我真的没有试过 但是 负评也不少 到底行不行 我尽管去试一下 当中亦有个网友 说过一个故事 挺神奇的 我也觉得不应该那么夸张 不如试一下 反正我们 吃粥的 我一般会去 二康 二康 两档的粥都可以 又或者是 好世界里面那间 餐馆 满记 我们今次是另类 去这间 又很坏餐半的餐馆 到底是行不行 因为我真的未去过 今天去试一试 位置不是很远 其实就是 沃顿大统华 那个 巴沙 里面 这里其实多东西 但我们 发觉我们很少来这里 因为不太合心 我们看下 今次 行不行 找个路口转进去 这个路口 有了 这里拍到了 正中间的路 银记抢粉店 又始终于 广州老字号 始终于1958年 没有位置 我看看哪里 那里不可以 太窄了 这个车位 这边看看 进去之后 刚刚又没有位置 他说你等不等呢 我等 我给你一个感觉 好 那你呢 到时 响机 你便进来 我在车里 收不收到 可以的 可以的 就试一下 距离呢 大概是 距离40尺 看看 到底会不会 响机 都ok的 有这个 你便 不用 他便不用 打哑给你 对吧 响了响了 进去 进来 装修 就没什么装修 主要在长 上高 就贴了很多 一些 画像 画 贴了很多 但是 总之 装修 就不是什么装修 那我们看看 食物 看不可以 老妈子在研究 餐牌 好 拿个餐牌来看看 一杯是纸杯 布拉肠粉 大家看看 布拉肠粉 价钱 还有 有什么 然后这边是粥的 然后饮品 这个 就是生滚粥的 然后有些小吃 自己定镜看 我不转来转去 它 这些 肠粉好像 就 布拉肠粉 然后撒起面 这么有趣的东西 Anyway 我们先选择了 要什么 银镜我知道 这边有一间 就在 陶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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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小小 这间 就在 倭盾大统华 旁边 让我看看要什么 好快 来到的 就是奶茶 有些人 不知为什么 很多人 做食品 都会尝试奶茶 其实 很奇怪 粥粉面 粥店 其实粉 好像很多人 我觉得奶茶 会得到 不妨试试 它除了奶 低一点 它是可以的 啊 这杯两个半 我可以说是上成 真的不错 这么奇怪,你试一下这个奶茶 你试完先,你试完觉得好不好 怎样? 不知道怎样?这个奶茶是好的 有茶味 够热 还很滑 咦,有东西 先放在哪里 先拍一拍 现在全部用了这些器皿 扔了一对筷子 扔了一个大糊豆 这个叫做 豆黄 鸭 鸭 鸭 不过筷子实在太刁 比较难 比较难夹 这些筷子,特别吃这些东西 你很容易拍断筷子 这些肠粉 有点烟 烟硬的程度 刚刚蒸起来,是很好吃的 但它不是很绵的 它是有点烟硬的 这个烟硬程度 好吃 但这个订阅不便宜 这项7元6元 你加上税 小计出门口 这项8元 几 等我炒了少少辣椒 好像有些料到 有些虾汗 有点烟硬的 香口 辣度是 6 辣度是6 它偏香口多于辣 这个辣度不是很高 但是很香口 它里面的香料 譬如说蒜片 好像有些虾壳 虾米的东西 这个好吃 味道有点像老干妈 但它比较香 老干妈 没有那么辣 这个辣椒 可以油 这个是夹底粥 先试一下粥底 嗯 嗯 这个是生滚粥的 它的粥底 是真的不错的 再加上滚一滚 粥底里有很多 嗯 这些 我们叫做内藏 有些猪腰 那些东西 粥都很绵 很热 很绵 很绵 我想粥方面都没什么投诉 试一下 绿的猪腰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看看份量够不够 够不够厚 下面好像没什么 有些肉 有些肉片 这些 配料不算多 我觉得最特别 好吃的是 旺角商场 旺角商场 旺角商场里面 有一家粥店 旺角 旺角 对 但它的味精 比较重 但它切的猪腰 那些 就会切得比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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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也会有些厚厚 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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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厚厚 这个灌汤饺, 卖上就很奇怪 整个外卖盘这样上发, 像糖食 似乎很难搅拌 你用过这些盘也更好 接着我们问他拿些豉油 他的豉油是这样上发 有这么奇怪 这些盘子, 这些盘子是六个多 那你除非要好好吃才行 除非要好好吃才行 比划 六个多值不值 你自己衡量吧 不过我真的要投诉 你这样上的卖相 真是怪怪的 container出了问题 畢竟都是糖食 现在糖食基本上是全部外卖盒 你回到家打开来吃, 没什么分别 嗯, 汤也不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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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这个胶气味 散热散得太快 嗯 不太推荐 好, 最后一点 腸粉 街边腸粉 有没有香港的感觉呢? 它只有麻酱 没有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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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没有甜 没办法 因为摘都没摘 嗯 正常呢 你说是不是街边腸粉 这个是 这个是 它有些海鲜酱在底 和麻油 麻酱和海鲜酱在底 有没有香港的感觉呢? 有的 嗯 正常啊 但是, 没有期望高高 不会有什么惊喜 现在几样东西里面 我觉得最惊喜是奶茶 其他东西都是合格 给到中场補一点点资料 那个辣椒油真的很好味 但是它是偏有 吃到后呢 感觉有些麻 麻 可能是四川味 有麻味 麻了 而且呢 一问它拿鱼酱 它是这样的 一盒鱼酱 好像太多了 我想 希望它不会回到鱼酱 又倒下去 给其他人 全部都是即食器皿 基本上 和你拿回家自己摊开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整个消费里面 我们就吃剩了三粒 鱼皮蛋 就给一大小姐 那 奶茶都现在喝了 乘惊的 奶茶是可以的 其他东西来说 我吃吃粥里面 我都发觉是 料头都足够的 可不可以了一下 由猪腰 猪润 去到 有些肉片 都足够的 好 买单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到 名字 地址 电话 日期 时间 想捉我 我这么容易 鱼皮饺 这东西真是怪怪的 上盘的方式 令你不开心 味道又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街边肠粉 正常 有香港feel 然后鸭丝肠粉 它本来说有狗 狗黄 我就完全找不到狗黄 夹底竹 可以的 好吃 如果猪润厚一点就好 奶茶 很棒 总数 税 没有消费 我们现在就离开现场 银记的位置 总括来说 整个消费又没有问题 除了鱼皮饺 是怪怪的之外 其他东西都可以 又不至于 招呼也没有问题 没有什么的 有问必答 没有什么额外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欠奉 所以我说归类于没有问题 所以网上的负评 可能是另一间不出奇 我现在只来了窩盾这间 所以 处长的分析就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 买单的时候 因为我叫了几样东西 买单的时候27元 未有小费 我觉得也合理 是除了鱼皮饺 如果我不选鱼皮饺 如果我不选鱼皮饺 六个几 叫了其他东西 可能会开心点 现在我们来到 反正都离开这头 各位急急 各位急急 现在在窩盾 大统华 那个巴萨 那里 讲讲 这里少少地方 相信这里都有十年 超过 没错一定超过 现在拍着这个分开的独立建筑 以前有一间火锅 任食火锅 名字都不记得了 它特别在中间的位置 吊了一个很大的电视机 圆柱形的 由三部电视机弯曲 螢幕组成的 电视机就挂在顶上 都挺有年轻的气氛 吃过几次 接着旁边的强基鸡粥 从来都是在这里 即是角落头位 强基鸡粥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 云上米线 我就不去的了 还有就是 这个 现在装着黑色的铺 铺位 原本是一个日式自助餐 又吃过几次 旁边呢 这里是这样 这座建筑物 整个建筑物是一个叫 绿的小窝的建筑物 应该是绿的小窝 珍珠奶茶那些 还有Dry-thru 咦 是呀 有人在等着Dry-thru 买珍珠奶茶 你们有没有见过 我都不知道 原来这里有Dry-thru 珍珠奶茶 这个角度看到了 我以为Dry-thru 即是以华人的东西 Dry-thru 我以为只有这个 荷里活 才有 原来 珍珠奶茶都有Dry-thru OK 接着这里 我旁边是一间西餐厅 这些Pedio 好 拍到这么多了